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能力从事现实政治的人 哪怕是聪明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是假的 然而俄罗斯威胁论正在愈演愈烈 你指的是俄罗斯入侵的威胁 比如波兰或拉脱维亚担忧的那样 你能想象你给俄罗斯军队下令 让他们某一天进入波兰的情景吗 只有一种情况 如果波兰进攻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波兰没任何兴趣 对拉脱维亚也没有 对任何地方都没有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只是没有兴趣 我认为你很清楚一种流行的论点 那就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所以俄罗斯对整个大陆都有领土要求 你却在这里自证腔圆地说 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兴趣 这纯粹是乱说 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这个事 卷入全球战争是违反常识的 全球战争将把全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个显而易见 当然我们有威慑手段 我们一直让所有人害怕 比如宣传俄罗斯明天使用核武器 但明天实际上没有用 变成了后天使用 所以说 这种渲染只是吓唬普通人 目的是在俄乌战争中 榨取更多美国和欧洲纳税人的钱 目标是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 美国资深参议员舒默昨天说 我们必须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否则美国士兵最终要自己到乌克兰作战 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这是一种挑衅 而且是一种廉价的挑衅 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士兵要到乌克兰打仗 那里现在就有美国雇佣兵 最多的是波兰雇佣兵 其次是美国雇佣兵 第三是格鲁吉亚雇佣兵 如果有人想派遣正规军 那将把人类推向全球冲突的边缘 这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要这样吗 为什么呢 距离我们俄罗斯千里之外 你们闲得没事可做了吗 你们有很多边境问题 移民问题 公共债务问题 债务超过33万亿美元 这么多事放着不解决 非要跑到乌克兰打仗吗 与俄罗斯谈判岂不是更好 明白目前正在发生的局势 明白俄罗斯将为自己的利益而战 明白开始尊重俄罗斯及其利益 并寻找解决方案 回到事实上 这是一种常识 这不是更好吗 至少我认为这更明智 更合理 在谈完俄罗斯威胁论后 主持人卡尔森问了普京一个问题 北溪天然气管道是谁炸的 普京又是如何回复的呢 敬请期待本节目第九集 谁炸了北溪天然气管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